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就是我IG跟FB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ension門被破藍簽的原因 竟然是 然後這邊 是講說Tension門被藍簽 是天氣節手遊後面的事情 這是新創劇情 好那這邊是 今天6月10號公佈的 訊息 好這邊都文字都大家自己看 那我們先看這個GIF圖檔 陰劍屏 這應該是飛星神劍 伴隨著火屬性 OK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 圖片 那這個圖片是手遊故事中 也有一個背著劍甲上臉 然後跟陰劍屏 的面容差不多 那他叫鷹無邪 是鷹劍屏的後人 同時也是終於有門派Tension門的少族 就左邊這一個 這個 然後右邊是鷹劍屏 然後 深居50 想吸得一聲拿著出手的本事 敗入一方門派的最好的選擇 OK那這邊Tension門的系列故事有分成三個 三部曲 那鷹劍屏門是貫穿這三部曲的門派 那之前 黃聖節有提到鷹劍屏門的使命 就是 相傳 有一把神劍嘛 叫九爺天尊劍 那就是皇帝用來斬殺持有的神兵 那當時斬殺完之後 持有的胸魂被震到持劍 然後因為為了阻止持有的胸魂 再現 所以當時皇帝鑄造了劍甲跟懸鎖 並把九爺天尊劍封印於 陵穴之中 由中原各大派看守嘛 那陵穴之前說到的 黃聖節說到橫山楊之劍軸跟 華山陰之劍軸泰山的荒之劍軸 然後為了保持風水流轉 所以要神劍每60年進行一致移位 那當時皇聖節的故事就是 以太山為三門嘛 那 當時是以 陰千楊負責去做 移位的動作 那當時因為熔夜的干擾 所以就是被 奪索神劍了 地界幽寄都可以奪索神劍 那當時方正月 為了保護陰千楊 所以就是 力挺他啦 然後最後也是有成功奪回神劍 那再來就是 幽神荒間路這邊 天玄門事變 那 這不是在幽神荒間路發生的故事 只是按照時間線的走向 下面的故事都是從那時發生的 那 有提到 紫雲派的掌門 周後蟲跟 通宏派掌門 諸號 利用天玄門大師兄 硬奉人的 基督心 圍攻硬千楊夫婦 之後 冗夜生死 硬千楊重生怒魔 硬奉人成了天玄門的 信頼帶掌門 然後但是收養的 銀劍品 出於愧疚收養銀劍品 欸怎麼這個塗膛有 沒有顯示出來 好不管 然後之後在 天地解的故事成莫自尊傳 那 低靈目 獨行 因為銀劍品不願下手斬殺魔物的幼 這小孩子就是 那個那個 夜 夜吃 對 然後 英富人就直接把祖宿師們 之後呢 經過一番 努力 阻止了對陸邪魔的父親 殷前養 然後最後就是 殷健平 最後一直回到天玄門 代替師父和生的掌門 好 之後呢 天地解手由天玄門少祖 在這邊是寫到 環宥 六年 一百二十年後 以改 以改朝換代 金朝崛起 大宋南遷 江湖私底大受影響 有些剛嚴成為金朝的走狗 而自古便以太山為三門的天玄門 不願向金王朝投降 背負南遷 從那之後 少祖英無邪的心中處了戀劍 便又多了一層想法 抗擊金朝 光復山門 而今天大傑將起 他又做出怎樣的選擇呢 天玄手由 放上故事的新篇章 好這邊有英無邪的 GIF 動畫 看起來是水屬性的喔 然後又有仙公這個天賦 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打擊 有點頓 不是那麼流暢的感覺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今天主要介紹就是這個 英無邪的 英劍品的後輪 好那喜歡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B 還有Twitch 那 謝謝大家謝謝收看了 掰掰